這個個案 因為他到底發病跟他到確診的時間其實蠻長的 那他所發病前 目前他的足跡我們幾乎都狂 所以為什麼昨天才會這麼多人 那這也是我們這次狂烈會速度比較 因為範圍太大然後速度比較慢 然後最重要是人數排多 那擔心沒有用就是一個一個盡量的群狂發 那目前為止框下來採檢的狀況 今天應該會有比較更經濟過的結果 如果有陽性那才是要值得擔心 那如果都是陰性的話那也是好消息 程序上面我們都會要求 那後來也都有配合 所以其實過程裡面一定會有一些相關的溝通跟協調 我相信沒有一個單位是可以拒絕的 因為這個傳染病防治法是非常嚴厲的 那如果真的有嚴重或情節重大的話 那當然會開發 不過我想溝通協調之後都應該去順利 每個月都要順利 那麼便利 要說是有嚴重的 那是兩邊 我們都應該去順利 可以做了每個月 我會選擇 我可以做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